指挥中心升级一居家检疫规定改为一人一户 加上春节又将迎来返乡朝 使得各地的防疫旅馆需求量大增 以台北市为例 如果民众要赶得上除夕围露吃年夜饭的话 最慢28号之前就要入住防疫旅馆来进行居家检疫 但是统计在28号之前 每天可受的房间数几乎不到50间 而且还有空房的旅馆 平均的房价是4500元起跳 入住14天算下来 一个人至少要花上6万元价格昂贵 也让不少台商打退堂股 干脆不回台湾过年 春节假期就要到来 预期将有大批的海外国人回台过年 需要居家检疫的人数大增 全台各县市防疫旅馆爆满 其中台北市也一访难求 都订不到酒店 那有的话可能价格都是很高 学生的部分 他们根本不可能负担 这么高的这个防疫酒店的钱 居家检疫规定升级为一人一户 加上春节返乡潮 北市防疫旅馆吃紧 15号前还有部分低房价旅馆可定 但15号之后 为了赶得上除夕围炉吃年夜饭 每天可受房间数几乎不到50间 且还有空房的旅馆 平均房价4500元起跳 居检入住14天算下来 一个人至少得花6万元 有一些他就是提早订 有一些可能实在没办法 他们可能就不回来了 后面还有大概8到9间的防疫旅馆 正在准备上线 那预计能提供大概两三百间的房间 但是我想这个房框算是非常非常紧凑 为了确保量能足够 北市不仅限制1月28号前 防疫旅馆仅供市民预定 也祭出安心住宿方案 呼吁让居家检疫者住家里 家属则外宿一般旅馆 但即便有补助花费还是不小 疫情影响外地民众想返台过年 不只得提前安排 荷包恐怕也得够深 接下来陈其顺 听不懂